大家好,我是Alan 今天想和大家去超市購買 看看平日我有什麼值得推介的東西 推介給大家 今天好像有很多新聞說 超市的人搶廁紙 那就去看看有沒有這件事 Let's go 我們現在進入超市了 看看周圍的環境 澳洲朱古力我覺得很好吃 這是吉伯利 特別的 這個小肚子是朱古力 大家看開了 但其實它是很好吃的 中間雖然是空心的 但你看它是一個吉伯利的出品 所以其實是有質素的 這個保證 還有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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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很多的 這些澳洲朱古力是有蛋 好吃的 澳洲朱古力好吃 我的早餐這個 section 我推介這個餐包 它有大有小 這裡是小的 這些餐包仔是幾重牛油味 是幾好吃的 用來做早餐的話 好像呢 澳洲很多包都一般 有些你要 好像這些 要點湯 或者要焊過 煎過 其實才好吃 剛才那隻 牛油包仔 就這樣吃 就已經很好吃了 就很軟 很軟 這個是買手順之船 Tim Tam 有很多很多很多的口味 這個是製造在澳洲 我住在 Sunshine Coast 這裏是Sunshine Coast的 芝多啤梨口味 雖然我都沒吃過 但是我覺得這個 買來做手順是OK的 不過留意 朱古力可能會融 那在澳洲超市呢 其實它上星期三 就是會有一個 就是會將特價的貨品 在星期三那裏上架 那裏見到黃色標 那個14元就是25% 但是其實這些 冰櫃裡面的海鮮 通常都不是最便宜的 你看看 這個三文魚 其實它是36元一kg 然後我們去到前面 這些貴的時候 我發現多了 26元一kg 這些是比較便宜的 在澳洲 通常都是吃這些 從澳洲的食物 澳洲有生蝦賣 其實它寫著是澳洲的產品 你會覺得很新鮮 但是我經常不告訴我 其實我自己不喜歡吃澳洲的蝦 我喜歡吃這些生的 我買回自己的綠熟 因為這些才能吃到 那個蝦的鮮甜的味道 你說綠熟的那些 它的做法其實是 它在海裡 放上來之後 它是直接用海水錄裏 變了它是有那些鹹味 它蓋過了那些蝦的鮮味 那我就吃不習慣 我寧願有時候買一些 可能是越南 或泰國的蝦 那它的味道反而 吃得習慣了一點 還有那些熟了的蝦 它裡面其實蝦腸也挺厲害的 會吃下去也有很多沙 所以如果是有沙 自己可以挑蝦腸 這樣會比較好吃 這個首順之選 Rat Rock薯片 是澳洲的產品 有很多口味 這個Sweet Chili很好吃 不過呢 也挺熱氣的 這時候呢 其實也有很多的 Asian Food 一些有些拉麵 米麵買 那呢 掃過來看看 沒有了米 收米都買了 有一包 Ground Wine 然後還有其他Asian Food 也有 印尼撈麵 有出錢一丁 也有一些 我們用開的醬油 轉到這邊 這個不錯 這個呢 煮意粉 原本的 蕃茄醬 它是意大利的 意大利出品來的 很便宜的 其實都是三個多隻 減價的時候 半價的時候 來到罐頭 我推介這個 三文魚 粉紅罐的三文魚罐頭 三元兩罐而已 營養價值很高 就算是罐頭也很好 另外呢 這隻 這個口味 地中海口味 是不是叫青魚呢 這隻魚 是超級超級的 好吃的 是 有些橄欖油浸著的 但你不會覺得它很油膩 而且很清甜 是一點聲味都沒有 只是這隻牌子 如果不怕重的話 其實帶些果醬 回香港做手信 都不錯 這也是澳洲的產品 來的 西方澳洲的 還有呢 它 其實很輕 它是Vegan的 Gluton Free 還有很多口味 有Bakberry 然後 這邊上面有橙味 有 有 澎湯 很多 橄欖油是很健康的食物 這些 Extra Virgin的特殊 橄欖油可以點麵包 即是混合意大利黑醋 可以點麵包 當早餐吃 這些黃色的 可以用來煎炸炒 就可以用來煮飯 你看這個價錢 是極度便宜 香港 其實超級市場 是很難買到 這麼便宜的橄欖油 或者是很難買到橄欖油 應該這樣說 就算是價錢也應該不便宜 好像CD Super 都幾十元一支 這個 值得推介 這個是西班牙的出品 這個 這個有點尷尬 不知道推不推介 好 因為男生不適合 這個是 M-Gun系列 這個是 底褲型的M-Gun 它是有PAT的中間 穿上去就好像褲子一樣 晚上睡覺就是安心的 香港也應該有 但印象中也不便宜 而且不太流行 這邊有很多 連男士也有 不知道男士為何要穿 還有有男士的M-Gun 手順之選 牙膏 這個牙膏很特別 因為它是沒有Floride的牙膏 還有樹紅樣 這個有路匯和薄荷 這個就3元而已 但它沒有Floride 好處就是 沒有那麼敏感 平時我一定要買這些牙膏 才可以的 因為平時你敏感的話 你會在嘴角有些 蠻紅紅的 皮膚不太漂亮 所以用這些牙膏馬上就沒事 馬上就不會有紅 或者癢的感覺 雪糕 雪糕全部都是雪糕 這裡全 都是雪糕 很厲害 我最喜歡吃的是這隻黑色的 這隻黑色的 好吃 不過現在沒有特價 我就不買它了 看看 還有一隻Sara Lee 這隻好吃 這隻也不錯 真的沒有了錢 這裡是Sunshine Coast的小石區 不是什麼大城市 但也沒有了錢 其實有點不太理解 為什麼要搶錢 因為在香港可能 大家不用上班 或者在家裏 家裏工作室 或者要上學的話 在家裏 即不用外出的話 其實就 可能要鑑定一些廁紙 但是 在澳洲其實照常上班 上學 為什麼還要上廁紙 好了 我們今次介紹到這裡 下次見 拜拜